扯下一個又一個塑膠袋 包飯糰包燒餅塑膠袋最方便了 假設上班族要提早餐進公司 這時候還要再一個提袋 但這麼多塑膠袋 您可知道這些都是女性朋友 罹患乳癌的潛在因子 那塑膠袋基本上 如果在60度以上 就有這個塑化劑的試吃 那這試吃吃來以後 基本上這些就是一種塑化劑的成分 那這種靈本二甲酸質 正因為這樣太多的話 我們比起德國來講高了四倍 比起紐西蘭高了九倍 根據統計 台灣最近十年來 每十萬名人口就有 將近66個人罹患乳癌 是女性癌症之冠 不僅如此 將近十年來 台灣乳癌患者也平均增加六成 45歲以下乳癌患者的發生人數 十年來更是成長兩成 基本上含有這種成分的東西是在香水 在一些化妝品 還有當然有的我剛才講的除了這個以外 所謂的一些工業的塗料 還有一些有機的溶劑都有這種成分 除了飲食容器和飲料的吸管 也是塑化劑來源之一 甚至許多女性甜甜都會化妝 但用塑膠容器裝甜的化妝品 保養品也都是塑化危機來源 也就是飲食要少吃高脂肪 高熱量都是蔬菜水果多運動 不要太肥胖 那更重要的我們如果有用化妝品之類的 我們在包裝方面或在成分方面 我們就要嚴加的再去管制 醫師提醒除了不要使用塑膠產品 要減少體內塑化危機 多運動 多喝水不能缺少 要想健康活下去 似乎得習慣沒有塑膠製品帶來的不方便